人的一生有非常多的阶段 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必须要做不同的抉择 比方说在23岁到40岁的这段期间 就是读完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就开始工作 直到40岁的这段期间 我着重在积极的累积财富 累积财富的方法基本上有两个 一就是增加你的收入 二就是减少你的花费 如果你问我增加收入的方法是什么 我的答案就是 就要好好找一份工作 然后利用时间去换取金钱 因为在这段期间 我们什么经验都没有 尤其是在23岁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什么经验都没有 我们必须要脚踏实地的去找一份工作 然后去累积经验 然后让尽量的把我们的工资提高 尽快的就是展现我们自己的个人才华 然后得到老板或者顾客的赏识 这样子我们的工资才会快速的增长 40岁到50岁的这段期间 应该是步入半退休的状态了 怎么说呢 我们不可能一辈子辛辛苦苦的 用我们的时间去换取金钱 要做到这点呢 我们只能够在我们体力最佳的时候做 也就是23岁到40岁的这段期间 过了这段期间呢 我们应该善于利用我们的金钱 去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愉悦跟快乐 也就是让我们能够享受接下来的生活了 我们不应该忙忙碌碌一辈子 所以在40岁之后呢 我们应该懂得放缓我们的脚步 然后薪水呢 不需要很多 甚至减半也无所谓 只要能够支付日常的生活开支 就够了 50岁以后呢 应该是属于全退休的状态了 也就是说 在没有收入和工作的情况下呢 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被动收入 来支撑我们退休后的生活 被动收入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累积 才能够酝酿成的 绝对不是在50岁之后 才来开始想 怎么制造这个被动收入 如果我们等到50岁过后 才来开始动脑筋想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我恐怕一切已经太迟了 我们人的体力是有限的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是在爬山 不管路途有多艰辛 因为我们年轻 我们的体力是足够支撑整个旅程的 所以在辛苦 我们也不畏惧 然而到了40岁的时候 我们应该已经到了山顶 看过许多的美景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舍得下山了 也就是说 到了50岁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已经回到了出发的原点 而在山坡下呢 享受着我们又在闲在的生活了 所以我们在策划我们的人生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子策划的 而不是一辈子忙忙碌碌的在为工作而忙 今天我们要试驾 幸运的车 然后呢 Jasper第一次开车 我们来看它怎么开 如果你问我现在是处在什么阶段 我现在处在的是下山的阶段 因为我已经看过了美景 现在我是步入下山的阶段 我还没到50岁呢 但是坏了 现在的我在积极的利用我40岁以前所累积的财富 来制造我的被动收入 也就是说我拿这些钱去投资 确保我在50岁以后呢 有一笔被动收入 能够支撑我接下来的生活 这几天我收到了一个网友的提问 就是他夫妻俩呢 是30多岁 快要接近40岁了 然后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 是大概1万块钱 两个人没有孩子 然后花费也不多 他们有兴趣想知道要怎么样投资理财 好 接下来我做一个假设 假设他们已经快要到40岁了 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 他们应该已经储蓄到了一笔本金了 因为刚才我讲了23岁到40岁的这段期间 必须要积极的赚钱 然后为的就是要存一笔钱来做投资 所以他们将近要到40岁了 所以我估计说现在他们也手头上应该有一笔本金 然后能够让他们去做一些投资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把这笔钱呢 拿去买一间旧的依稀 然后来做这个出租的生意 就像我现在在做的 买一个三个房间的OEC 然后呢就把它打通变成五个房间来做出租的生意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制造这个passive income 但是这对夫妻呢 有提到他们想要去申请这个BTO 申请得到BTO的话 我会说那直接去申请BTO了 就算了 因为没有人申请BTO会亏钱的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BTO完全是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运气 因为买BTO的等待时间是很长的 等待的时间就等同于他们损失掉了赚取passive income的时间 假设他们买的是BTO 等待的时间是三年 那这三年里面呢 他就损失了三年的passive income 假如他们买的是公寓的话 一个月可以赚取5000块的passive income 12个月乘三年的话就是18万了 也就是说这三年里面 他们当他们在等待BTO的同时呢 他们已经损失了18万的passive income了 买BTO固然那个本金是比较少的 买公寓的本金比较多 但是如果我们买公寓的时候 我们是跟银行贷款 然后只要能够贷得到款 然后房子租的出去 就由租客来帮你付这个每个月的房贷 那么我们就应该大胆的去买公寓 而不是买BTO 如果本金不够 或者是在房屋贷款方面有问题 只能够借贷到钱来买BTO的话呢 那么也是好过没有买任何的房子 有买总比没有买好 BTO的房子如果要买的话 必须要收5年 5年后才可以卖 卖的时候如果可以赚一个 7万块钱到10万块钱也是不错的 计算一下如果说是值得的话 那你就去买 但是问题是这个BTO呢 不是说你要就有的 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假如说我们手头上的资金比较充足的话 如果给我选我会选择买公寓 因为公寓随着时间的退役的话呢 它的屋价的升值空间会比较大 然而如果我的本金不够的话 比较on budget的话 我会选择买BTO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比较不会那么压力 所以完全是看个人的经济能力 经济情况而定 有些人呢 他们可能有经济的能力 但是他们不想有太多的commitment 他们会选择买BTO或者是政府组屋 甚至有些人会downgrade from condo to政府组屋 这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啊 我们知道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 也会做出不同的决定 完全取决于第一 当时的经济能力 第二 当时的心理的状态 就是他想要的是自由 还是他想要赚更多的钱 事事无绝对 万事可变通 完全是要看当时的情况 和个人的喜好做决定 在做每一个抉择的时候 要谨慎考虑利与弊 在做决定之前 我只会问我自己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 万一现实不如我想象的 那么会朝着逆向的方向进行的话 我会问我自己 最差的情况是什么 最差的情况我能够接受吗 如果最差的情况我可以接受的话 那么我就会无忧无悔的做下去 如果现实往我想要的方向发展 最好的情况是什么 最好的情况会推动我 继续往前进 生命是充满无限的可能 无数个变化 在人生里一定有变化 只有变化的人生才算是人生 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要懂得接受生命中的变化 然后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活得逍遥自在 以上我所提供的 完全是我个人的经验 只供大家参考 如果有任何小伙伴 想要利用我这个模式进行的话 还是必须要自己先做一些功课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在前往退休的道路上 还是必须要谨慎的自己思量 然后才做决定 好了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并给我一个赞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我就是那 事情 不用大家 Not 我们下一个 可動保护 不 我 我 还有